好 主播呢 捷克众议院的议长艾达莫娃呢 这次是率领了160人的国会访问团 是来到台湾参访 而今天呢 行程呢 是获得朝野立委的邀请 要来到立法院来参访 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呢 艾达莫娃在稍早9点30分的时候呢 是已经抵达了立法院 而抵达立法院呢 立法院这边呢 也用高规格来迎接艾达莫娃 包括了立法院长游席坤 副院长蔡奇昌 还有所有党团的总召 包含了柯建民丘成员 还有甄民中 整个朝野立委的党团总召 都上前来迎接艾达莫娃 并且送上鲜花给他 而现在呢 艾达莫娃是跟着 我们的其他的立法院的成员 还有他们捷克众议院的代表团 现在正在议场的前面 进行大合照 而其实呢 艾达莫娃在稍早抵达立法院的时候呢 在立法院议场前面呢 是用红龙排成了 两个部队 这包含立法院的议事同仁呢 全部都赞产两排 用热烈的掌声来迎接艾达莫娃 因为呢 艾达莫娃在稍后的时候呢 也会进到议场里头 来发表演说 而这也是第一位 在台湾立法院演说的 非邦交国的女性国会议长 所以呢 意义是格外重大 而上一次也是就在两三年前的时候 包含了捷克参议院的议长 这个韦德琪呢 他同样也是在立法院的议场内发表演说 而当时呢 另外一件非常印象深刻的事 韦德琪呢 还说了一句 我是台湾人 令所有的国人呢 是相当的感动 而稍后呢 艾达莫娃也将会在议场内发表演说 我们也将随时为你 掌握最新的状况 但是立法院的最新情形 我们下一次 workspace 我们下一次ちゃん这里 感谢观看